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看过节目的都知道 和宋倩的表演相比 这差距还是非常的大的 宋倩的表演可以说是很震撼 要说最近什么类型的综艺节目最火 大概都会说是成长类 提到成长类综艺节目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 那就是创造101 火箭少女中的这11位少女 就是创造101这届的胜利者 按理来说 上个月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之后应该会好好的工作 慢慢发展自己 可这11位少女好像并不是那么消停 先是两园大将孟美琪和吴轩仪宣布出走 之后又爆出了组合内部很多负面新闻 火箭少女101的实力太一般了 完全就是一群可爱女生在跳舞 没有感觉 有失女团的水准 但是他们唯一不行的就是服装方面的设计 当时网友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不吐槽的 画风太奇怪了 本来资源就不好 内部还不消停 让人不禁疑问 这以后还怎么发展 最近 快乐大本营欲邀请火箭少女和王俊凯一同出善节目 很多人怀疑 这是不是火箭少女为了蹭王俊凯的热度呢 也有网友表示 别管你怎么做 该凉还是得凉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